這個在我的經驗裡面 市政府的相關的圖列案件裡面 是非常少見的 就是北檢在還沒有起訴階段 就先以保全這個財產為由 去扣押所謂的不法所得 這件事是非常少見 那這也顯見這個北檢要出大決了 要去切斷之前可能 威京或是京華城的一些計畫 或許原本這個沈主席跟一些被告的打算是 反正我就邊托邊蓋邊蓋邊賣 然後在未來資金回籠以後 等官司定驗以後 京華城早就可能商辦都已經易主了 那到最後你再去追這所謂的 百億的不法所得 其實等同已經都脫產完畢了 所以檢方可能是有鑑於 這一次的不法所得太龐大了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這個民眾黨要整個keep put 而且另外一個keep put 是現在京華城的地主頂月開發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為什麼會跟京華城的地主頂月開發 幾乎是同一個皮孔出氣 完全都是非常的生氣 到底是生氣什麼呢 應該生氣的是頂月開發 應該生氣的是幫忙連帶的主辦銀行 新光銀行 那你民眾黨跟人家在氣什麼呢 還說是什麼政治追殺 頂月集團是民眾黨的黨產嗎 地檢署在偵辦京華城違法容積20%的部分 為了確保這個不法的利益不會被轉讓 日前向法院提出假扣押金華城的土地 而法院也裁定讓檢察官能夠去假扣押 甚至也把這相關的文書 已經送到台北市的地震事務所來進行註記 那相對於檢察官都已經認定了這個 金華城的20%的榮獎就是不法利益 那台北市政府對於這件事情都還在軟趴趴 蔣萬安針對金華城的榮基案一直說 勿網勿縱配合辦理 那現在檢察官都已經認定20%的榮基獎勵 所以就是違法不正的利益 甚至已經假扣押金華城這個土地 台北市政府蔣萬安還要繼續軟趴趴 還要繼續講坑話嗎 要讓金華城的這個違法容積 切尾豬家飯了才要來收拾善後嗎 我覺得這都是太慢的 所以我建議蔣萬安應該要立即勒令金華城停工 不要讓這個不法的相關的事證發生之後 才要去做處理 如果讓金華城把840都蓋滿了 然後再用所謂的貸金去要求 來返還這個不正利益 那未來是鼓勵大家都先蓋違建 然後繳錢就可以了事嗎 這我無法認同 所以我認為蔣萬安現在檢察官都已經認定 金華城的20%榮獎就是不法利益 都已經把柯文哲土利金華城的相關的事證都已經認定 罪證都已經認定得非常明確了 我覺得蔣萬安就不要再軟趴趴 不要再脫不要再講空話了 另外昨天法院裁准扣押金華城的土地的時候 民眾黨大罵檢察官說檢察官是什麼為誰辦事 我只知道檢察官是為人民辦事 是要積極偵查所有的不法行為 那如果台北市政府過去的台北市政府是違法給了金華城20%榮獎 檢察官的扣押金華城土地就是在保障所有台北市民的財產 因為榮基就是公共財 金華城用掉了我們台北市民就少掉了 所以檢察官這樣子的行為其實是在保障市民的財產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這個民眾黨要整個keep put 而且另外一個keep put 是現在金華城的地主頂月開發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為什麼會跟金華城的地主頂月開發 幾乎是同一個疲孔出氣 完全都是非常的生氣 到底是生氣什麼呢 應該生氣的是頂月開發 應該生氣的是幫忙連帶的主辦銀行 星光銀行 那你民眾黨跟人家在氣什麼呢 還說是什麼政治追殺 頂月集團是民眾黨的黨產嗎 不然什麼叫做政治追殺 還是說未來蓋好的金華園區裡面 其實民眾黨已經有入股 所以現在檢察官做的這個動作 是扣押到民眾黨的黨產 所以民眾黨才會這樣keep put 嗎 金華園區未來不但是有這個民眾黨的黨產 還是未來的民眾黨黨部是在裡面 那不然民眾黨為什麼要這麼神氣呢 真的讓人非常匪夷所思啊 這個在我的經驗裡面 市政府的相關的圖列案件裡面是非常少見的 就是北檢在還沒有起訴階段 就先以保全這個財產為由去扣押所謂的不法所得 這件事是非常少見 然後這也顯見這個北檢要出大決了 要去切斷之前可能 威京或是金華城的一些計畫 因為大家知道台北市的 台灣的司法訴訟制度 是可以拖很久的 很多案子一拖就十幾年 那或許原本這個沈主席跟一些被告的打算是 反正我就邊拖邊蓋邊蓋邊賣 然後在未來資金回籠以後 等官司定驗以後 金華城早就可能商辦都已經易主了 那到最後你再去追這所謂的百億的不法所得 其實等同已經都脫產完畢了 所以檢方可能是有鑑於這一次的不法所得太龐大了 而且這個房子如果一直在蓋當中的話 對未來的這個不但給這個行賄的被告 有一些刻意去拖延的一些動機 也給未來這個追討回不法所得增加很多困難 所以決定先出這個殺手檢 先把這個土地給扣壓下來 那因為土地一扣壓下來以後 未來從現在開始 金華廣場就不得處分了 就不能去處分了 可能包括他們的預售過程 因為他們已經在預售了 預售的過程也好 或未來可能繼續施工都會有問題 因為只要一塊被處分的土地 台北市建管處是可以停止施工勘驗的 那他按照這個工程的進度 他可能蓋到二樓 就必須要有一次施工勘驗 但是如果台北市建管處依據這個扣壓 而沒有去進行施工勘驗的話 那金華廣場也沒辦法繼續施工下去了 所以這是一個互相這個 一個牽連的一個法律關係 所以我覺得也非常感謝北檢 因為市政府之前 也不知道怎麼去處理金華廣場 議會昨天第一天開議 雖然我們已經連署要求就是先把金華廣場停工 但是必須在法院依據上面 建管處還需要一些法院的依據 那現在北檢出手把這個扣壓 而且法院已經採準了 然後昨天我們的地震事務所 也火速的配合法院跟北檢 把這塊土地已經設定完成了 所以未來我想市政府 就是如果讓他暫時停工 會比較與法有依據 對 所以議員是不是應該認為 市政府應該趕快停工 因為市府說他要收到裁件書 才會再看下一步的處理 我剛剛說的 就是市府能不能直接要求停工 或者是說依據就是內政部的函事 不繼續做施工勘驗 不繼續施工勘驗就是讓他施工到可能二樓 這個工地的安全性已經穩固下來了 不去做下一步讓他繼續往下做 我覺得這件事情市府可能要去評估 第一個是法律 第二個是公安問題 因為我們這是兩個不同的 一個是直接叫他現在就停工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個是讓他施工到一個段落 就是安全性都沒有問題以後 不繼續讓他往下做 因為施工中的建築物是這樣 每完成一個階段 可能要進行施工勘驗完 才能再繼續做下一段的接工 那按照內政部的函事是 過去的函事是這樣 就是一塊被扣押的土地 如果施工中的話 市政府是可以不繼續往下施工勘驗 也就是說 他等他完成了這一階段以後 不讓他繼續做下一階段了 而不是說現在直接要求他停工 那當然議會的要求 議會昨天的提案是希望說立即進工 但是議會昨天也才剛連署完 也還沒有進入大會 也還沒有進入決議 所以這一段市府不只要等這個裁定書 看內容是什麼 而且還要等議會的提案通過 他們才可以根據議會 跟這個司法單位的這個見解 來進行下一步 我覺得這樣子對市政府來說 是比較妥善的 避免引起未來還有國賠的訴訟 因為對於說威京來說 金華城來說 他們也有他們的權益 那市政府現在自己都是代查的單位 所以他們應該是等這兩 議會跟法院雙管齊下的決定以後 他們再去配合 我覺得也是比較妥適的 對